燃烧塔上喉哄烈焰伴随着恶臭空气中飘散 上午8点多中游高雄淋源厂又出现异常燃烧 到底又怎么了 厂方解释是四清工厂压缩机滑油泵异常跳车所以发 不过中游淋源厂从3月10号发生金溜塔引溪外泄 3月16号冷冻器引溪外泄引发火灾 3月25号燃烧塔喷出火焰 4月4号压缩机异常 短短一个多月四次出锤 造成的空污当地居民都怒了 那个空气 那个肺部都影响到了 都要吃过敏的药 全家都吃 全家这些地方我最厉害 我最厉害的 因为真的 他们马骨就心不平静了 斩不了 我跟你说 淋源的癌症很多 但是还是很多人住 还是这样子 而这一次的事故 环保局要开罚 是产生明显立状污染物 违反空污法32条规定 采取10万到500万元罚还 只是一罚再罚 问题仍旧存在 居民气愤但也是无奈 因为状况似乎无解 也只能自求多福 拜托中油淋源厂 别再发生事故了 华氏新闻抽屉屏林玉哲 高手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